路上听这首歌,你感觉到很空灵,遥远,辽阔,风吹,然后草的像海一样,海浪一样翻滚 然后这个阿嬷,对吧,你们叫什么,从帐篷里走出来,拿着奶茶或者做的肉 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到那样辽阔,然后有一种特别催泪的感觉 我后来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叫乌兰巴腾 尤其其实你像在内蒙草原上的话,就是风吹日晒,然后呢,风也很大 尤其到了以前,就以前其实前两年,就每天就到了秋天冬天的时候,漫天黄沙 然后你想你说,埃及出来,拿着肉,拿着奶,拿着那种热乎乎的奶茶 冬天天寒地冻的时候,脸上就是那种特别坚毅的那种 刻的像刀割一样,一道一道那种岁月带来的沟壑 特别好 就是因为一说到草原就会想到那些遥远而伟大的绿城 就会想到在外的游子 然后你就会想到你饱树的风寒和疾病的困扰 然后你在这时候想到H,想到帐篷,想到奶茶,想到那些肉 你会觉得温暖的家,然后就有一种回归大地,回归母亲,回归怀抱的一种感觉 其实每个人都会感同身受,因为可能对于草原孩子来讲 那这些是比如说像奶啊之类的,就会带起我的回忆 但其实终归那个点是一个字叫做家 每个人对家是有不同的一个概念和理解的 也会有不一样的事情让你感到的决定 比如说采访你一下 你觉得平时什么时候会让你最想到你妈妈 我饿的时候就行 因为我在外面再也没有吃过让自己那么熟悉或者可口的饭菜 就是前两天我不还抽空回了一趟家吗 中午就只回了一小时,然后全是人在催,一大堆事物排在后面 然后领导在等,我说不,我就是要回一趟家 你知道那一小时就吃那个家里的饭 他其实并不是特别奢华或者特别得好吃 但你就是习惯 对,从小养成的习惯 我可太幸福太快乐了 然后妈妈看着儿子吃的很开心 他也感到很骄傲 他一定很骄傲 院子做了一院子人 就是那种感觉 我调一下这个麦,蔡蕾老师已经到了 我跟七七在这里先播一会儿 就是让直播间,大家先听熟悉 对,还要带一个麦 所以现在镜头要不咱们看一下这个芝麻饼吧 镜头就别一直打在我身上了 或者朋友们有什么想听的歌刷起来 对吧 也不说吃饱都不想家,吃饱都也想家 因为在家里可以睡得很好 很放松 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 因为现在还年轻嘛 你总是得奋斗 总是要去创造 但是故乡是温柔的 故乡是包容你一切的 故乡是给你力量,给你依托的 对,他永远不会嫌弃你 他也会永远在你走到个很高的位置的时候 在你拥有很多的时候 会时刻提醒你 你原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的根在哪里 对 余老师已经到了 大家稍等一下 我们等余老师和蔡老师他们坐在那边 然后我们一会儿镜头转过去 对吧 这样呢 这样大家都能舒服一些 其实我觉得他坐在这儿也行 谢谢 那也行 看菜料老师 可以坐这儿吧 您可以坐这儿吧 这个场景最熟悉 那行 那我就先走了 好,辛苦,琪琪 谢谢大家支持 拜拜 刚才呢 蔡德老师还送一本书 你看 炫耀一下 董宇辉 上面印了 董宇辉三个字 就了 就了那个 菜类做事就行了 好 你那边 你不要位置了 是吧 你站着是吧 我不用椅子 好 你站着 我看看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先把这个拉走 对,来 老师您先试一下 看这个高低 我师父需要帮你 那个有 你帮我一下 我 没事 我们给你放下去 对 好 怎么样 好 往我吞一下 好 好的,好的 上来了 谢谢 哎呀 上来 余老师那您先播一会儿 然后介绍一下 对,当然 然后我们一会儿邀请 蔡老师的爱人 今天也到了 把那个书 书呢 在这一本吧 前面放的书也拿过来 对对对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晚上我们非常开心 请到了蔡蕾老师 刚才在旁边办公室聊天的时候 蔡蕾老师也非常 开心地跟我们分享 说最近几天 有很多经常看东方真选 直播的朋友 已经去他们那边 然后听他聊了一些故事 所以我相信可能 大家对蔡蕾老师也不会特别陌生 接下来呢 我们会重点聊一聊这本书 以及这本书背后创作的一些故事 当然更重要呢 还有蔡蕾老师 他这些年人生的一些经历 当然呢 这本书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 就是 不好意思啊 这本书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 就是余老师为这本书做了序 是的 我在看完余老师写的这篇序之后 然后再去翻看后面所写的内容 带着很深的一种感动 我现在给大家读一下这个书 它起了一些名字 那就是它不同的章节 第一章叫做拼命三郎 用来总结蔡蕾老师 他过去这些年人生的经历 然后第二部分叫唐吉何德 像是那个骑着兽马 拿着长矛去戳风筝 去挑战一个旁人大物 甚至有时候都不知道 自己的敌人究竟是谁的 一个这样的自己的英雄 第三个叫西西福斯 你看这就是文化人 他写的书的这个章节名 特别有意思 西西福斯给大家分享过很多次 古希腊悲剧 古希腊哲学里头 有一个人物形象 就是被众神判罚 把巨石推向山顶 我们又知道巨石到山顶 一定再会滚回悬崖底下 所以注定拖老无功 他要一生去做一件 看似没有希望 也没有获胜机会的事情 但是他一直在坚持 古希腊哲学 其实脱胎于古希腊悲剧 古希腊悲剧的原因 还是因为最早 古希腊那一片山地上 自然灾害偏多 人们生活困难 所以人们需要一种 超脱的精神力量 让他们远离生活中 原有的苦难 第四个部分叫孙悟空 我们知道 那个无所不能的齐天大圣 所以关于这一块 我们一会儿 以后给大家分享 那在开始之前 余老师您要不要先 对我先说几句 首先感谢各位网友 今天我们请到了蔡蕾 那我跟蔡蕾呢 就是缘分呢 也来自于 就是说蔡蕾的这本书 实际上 因为在我认识蔡蕾之前呢 在几年前的时候 我隐约的听说 说京东的一个副总啊 好像得了建东症 但是呢 我跟他也没交集 也不认识 所以这件事情好像 显得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似的 但是呢 后来蔡蕾写完这本书以后呢 通过了这个朋友 双方互相之间的朋友关系 最后找到了我 跟我加了微信 问我说 这余老师 我写了一本书 这个你能不能帮我写个序 那么后来呢 就是我就让蔡蕾 把这个书的电子稿 发给了我 发给了呢 我抽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读完了这本书的电子稿 后来就很感动 这个也知道了 蔡蕾的这个 这个整个的成长的过程 以及他面对自己 突然降临的这样的 可以说是绝症在某种意义上 对 所有的心态 以及所有的努力 那么在这个文字的感动中间 我自己也写了一个 一千多字的这个 这么一个序吧 我想我把这个序 可以部分的读一读 这样大家就知道 我的那个 大概的心态 这本书的序 当然蔡蕾老师 蔡蕾不只是找了我一个 我发现他找了好几个兄弟 去写序 广结善缘 对 但是大部分人都写得 非常的感动 豪华朋友圈 那之所以感动 是因为读了这本书 本身感动 也为蔡蕾面对这样的疾病的 坚强不屈的 就像你刚才提到的 西西伏式精神所感动 其实某种意义上 名字这个希望非常的小 但是依然在向着希望 不懈的努力的 这样的一种精神所感动 所以我当时读完以后 我写序的时候 我自己还真的是热烈盈眶 我做这个 这个 我把它稍微读一下 把它也不长 读完以后呢 我再把蔡蕾的夫人 美丽的这个蔡蕾夫人弟妹 也请上来一下 一会刚才也见到了 对 不好意思 我差个话 因为我看到有很多朋友说 希望让蔡老师先讲一会 因为刚才在旁边 办公室里 这个蔡老师 先不说 我们是担心蔡蕾的老师 有点累 所以让他想休息一下 因为刚才我们聊了 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我就先不多 等最后再读 实际上先聊 因为我把小生爷也请过来了 那今天这个直播间 会比较热闹 也是一场精神的盛夜 咱让蔡蕾老师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对对对 蔡老师要不你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打个招呼 这个东方正前的 我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也非常荣幸 今天能到东方正前直播间 与余老师 东老师一起交流 其实我来了以后 也是更多的感动 一方面他们给了我 很多的支持和帮助 包括今天的这场直播也是 不光是帮我 我刚才来的 与余老师说了 其实帮助了 在这社会上很多出去困境的人们 不仅仅也不是 不仅仅是我们这些病友们了 所以非常感动 那余老师刚才都提到了 其实提取的不少 都是一些老朋友给我 这个过程中 抗论过程中 给我不少帮助的 余老师呢 我也一直没有机会认识 这个没想到余老师 这么花宝贵的时间 应该的 帮我提醒 帮我支持 今天又把我请到直播间 我只有感谢 没有别的 同时这本书呢 也希望他在 一会儿给两位老师 还有 还有曾老师一起交流 能够分享一些 能够给屏幕前的朋友们 一点点的启发吧 我想做个调研 有多少朋友 知道剑洞症是怎么回事 有多少朋友 有听说过 自己周围认识的 或者说 间级认识的人 得过剑洞症的 大家可以打个一 我看看 知道的人多不多 好 其实韩天明也意味着 就是观众的比较少 了解的比较少 同时就职资源也比较少 以前我以为真的很远 但是我们读了这本书之后 这两天聊 就是我们公司内部 有两个员工的身边人 就是朋友或者亲戚 都有剑洞症 在中国大概 现在有20万人左右 是吧 有10万左右 10万左右 要是高 因为没有准确的说字 只按照比例预估 也有人说20万 10万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每年新发2万多 我第一次知道 剑洞症是 大概是 七八年前应该是 有中国一帮企业家 包括李彦宏什么的 去进行冰桶挑战 就是把一桶冰水 从头到尾浇下来 那一次我没有赶上 所以我就上方查一查 什么叫剑洞症 才知道霍金 其实也是剑洞症 是的 对 但是可以说最幸运的 对对对 但一般剑洞症 不可能活得这么久 所以霍金是 剑洞症中间的超级幸运 而应该是 可以这么说吧 没有第二个 那蔡林你可以讲一讲 就是说这个 还是不少人知道的 你看很多人打意 非常多的人打意 是的 对 余老师您可以 您刚那个 有个朋友说 期待您能读那一段 分享那一段 我来读吗 对 我觉得大家先了解一下 你开个头 那我开个头吧 你稍微休息一下 好的 因为刚才旁边 办公室里头 蔡老师说了很热情 对对对 好 这是我为蔡蕾写的 这个序言这本书 我觉得在得了剑洞症 几乎是被宣判了 命运的决定的前提之下 他能写这么一个 古物人心的这本书 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就是愿意把自己的 可以说是 也是一种生命的延长 即使到最后 就是肉体的生命 也许有一天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会消失 但是精神留在这个世界上 鼓励其他人 我觉得尤其的重要 我给大家读一下 这样大家知道 一些前因后果 好像可以 我说蔡蕾是京东的副总 中国电子发票的推动者 她今年只有45岁 风华正茂的年龄 前程美好市井 然而这一切在四年前 加烂而止 蔡蕾是一位 剑洞症患者 剑洞症学名叫做 机翼维编缩测硕硬化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显著 有效的治疗方案 得了剑洞症的人 一般能够活两到五年 蔡蕾2019年9月被确诊 至今已经快四年时间 面对没有希望的疾病 蔡蕾没有选择放弃 而是选择了奋斗 坚韧不拔的 不吐鞋 不让步的奋斗 这是一场与绝望的赛跑 一场卖场的 寻找希望的旅程 至今她还在路上 这几年 她团结了很多病友 建立了剑洞症患者 大数据平台 联系了很多医学家 科学家 加快了对于剑洞症根源 和治疗药物的研究 设立了动物实验基地 成立了信托慈善基金 并留下遗言 要把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 为了筹集研究基金 她不顾病体劳累 开启了破冰意在直播间 她所做的一切 早就超出了 有限的生命范围 向着无限的生命延伸 作为一个个体 人有的时候 是微不足道的 一场疾病 一次意外 一瞬间的灾难 就能让生命灰飞烟密 但是作为一个个体 人的生命 也可以无限期地延伸 因为它向人类传递的 君子自强 生生不息的信号 作为一个群体 人类之所以能够生存到今天 而且生存得越来越好 不仅仅是因为 生育繁衣人的天性 更是依靠一代代人 不断传递的精神力量 和心灵激励 在云云众生中 总有一些人 他们就像普罗米修士一样 即使被铁猎 锁在峭壁上 每天被阴咎 足食内脏 也要把照亮黑暗的火种 火种传递给人类 蔡蕾就是这样的人 读完相信 我已经泪眼模糊 这张意外的 五雷轰顶的疾病 也许最终将读取 菜类肉体的生命 但他和疾病抗争的 闪亮精神 通过他的所作所为 和这本以自为证的图书 将永存人间 他所有的一切努力 尽管也有为自己 寻找出路的成分 在绝大部分的行动 已经超越了自我 把对众生的慈悲 放在了心中 他一心意 努力寻找的 已经不仅仅是 针对自己的治疗方案 而是面对 剑动症这个群体的 整体解决方案 尽管他极尽财力 到今天 也只看到了一点微光 但深入研究的大门 已经被他 和千千万万的 参与者撬开 后续也必将 有和他一起 共同奋斗的战事出现 让微光 变成照亮 前行道路的聚光灯 我和蔡蕾 还没有见过面 2022年11月 他通过某个朋友 和我互加了微信 希望和我对谈 但因为当时的疫情 我们一直没有 找到见面的机会 转眼间 又几个月过去了 时间对蔡蕾来说 是如此的珍贵 上周 他把相信的电子版 发给我 希望我能够读完后 写个简单的序 我读完后 毫不犹豫 写下了今天的文字 后续等图书出版 我会迅速安排 和他进行对谈 并帮助他 做我隶属能洁 能做的一切 生命 当然应该长寿而健康 但生命的厚重 不再长短 身体也不再好坏 那些能够克服 自身的障碍 给人类以巨大的 精神力量和希望的人 自己就有福了 因为他们的身上 闪耀着上帝的光芒 这就是我要为 蔡蕾这本书写的序言 读完了 大家可能就明白 我的心境了 为什么要把蔡蕾 给邀请到 东方争选来 谢谢 其实 余老师 发言我以后 我就感动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因为感动 所以写起来 真的 这个序 我大概就花了 半个小时 四十分钟 就写完了 就 非常感动 前两天 余老师让 让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 我不敢看 我刚开始也不敢看 为什么他 把书给我 以后 我放了一个礼拜 没去翻 我就有点 不敢打开去读 因为我知道 蔡蕾的现状是怎样 他的未来 有可能是怎样 对 然后呢 因为今天 蔡蕾老师的爱人 也来我们这次 对 我把蔡蕾老师 美丽的爱人 给请过来 在来之前呢 在来之前 我们先把 我想跟他 我先让位 我先让位 来来来 您可以给他们打开 大家好 我觉得太荣幸了 特别感谢大家 特别感谢大家 我在今天之前 没有见过蔡老师 也没有见过蔡老师的家人 然后我看到了这一段话 看完这段话之后 特别难说 在书的第24言 说第二天 我们终于坐下来 认真去面对 房间里的这一头大象 就是他们避而不谈的事情 说基本确定了 是见动症 过几天去医院 毫无新意地开场白之后 我几乎一口气 说了十多分钟 疾病的情况 医生的诊断 未来的财务安排 孩子的抚养和教育 前一晚在我脑海里 涌动的那些念想 全部拍着对 从嘴巴里冒了出来 起初语言还算有条理 但是随着夫人 抑制不住的哭声越来越大 我越说越乱 说一句停顿半分钟 甚至完全沉默 最终我还是说出了 前一晚心里 演练了无数遍的一句话说 我们离婚吧 然后呢 到后面 他妻子说的是 注意中 就是后面不能再度 我真的就哭了 后面他妻子说 他愿意做我的后盾 而我不确定自己 还有没有勇气 站在前方拿起锚 所以这块 就是刚才给大家写的 那个 堂吉何德 对不起 今天晚上可能采访 会有一些让大家沉重的地方 但是我们会尽量调整 我们希望今天晚上 大家能够从这本书里头 去了解蔡德老师 他个人的生活经历 和他这个斗争 包括写作的历史 我们也更希望通过 这些采访 能够让大家关注到 其实社会的 我们没有太给更多 关注和目光的地方 其实有很多人 他们在很坚强 您能给大家先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过程中 您心态的变化 几个重要节点 是什么 从雷红点 就是 这个天都黑暗了 到 理性的 去处理熟理的 一些事情 然后到 怎么面对家人 这是在刚刚确诊的 几个心路里程 再往后 就出现之后 一直在思考 读了李开复的那本书 向他生 听了两篇 就思考什么的意义 思考怎么 就面对这个困难 其实那时候 反而是 就决定 就是 为这个疾病的治疗 做点 疾病的功课 做一点自己 所能做的贡献 因为我之前 也一直在 这个大型企业工作 相对来说 也做了不少历练 然后也做了一些创业 我觉得应该可以 做一些事情 这些事情有可能 是现有的 比如说医疗机构 科研机构 毕竟擅长做的事情 我可以助力他们 为这个疾病的功课 科研的发展 做一些贡献 这是当时的一个过程 刚才你读到那一块 为什么说 要给家人说 那你想 这个病啊 就是像霍金这么幸运 最后也是24小时 需要别人照料 那就被脱了一遍 何况当时也是 刚结婚嘛 结婚一年是吧 对 那一年多嘛 所以自己 也不能太自私嘛 即使你需要别人 你也得给别人 表个态嘛 而且你们二位 我在书里看 你们二位这个婚姻 特别的可爱 蔡老师呢 她从小就 非常的勤奋 不管是在学习 还是工作 堪称拼命三郎 然后一直到 38岁 40了 40了 都40了 惨规惨规啊 到40了 然后之前 教训没有什么经验 不是 但是这个属于一名 不明则一名惊人的 到了40岁 然后您二位就 认识了 对 怎么样一种 机缘巧合会认识呢 相亲 相亲 所以最后还是得介绍 而且在第一次 见面的时候 就聊得相谈甚观啊 你会应得出结论了 还是得需要介绍 还是得介绍 然后第二次见面 就求婚了 对 你的成功率挺高啊 没有 主要前面都是失败 前面都一直是失败嘛 我这平实力 担任40年 其实呢 后来是自我感觉良好 其实他当时 也没表态 我觉得肯定同意了 就回家给爸妈说 你说蔡蕾 他骗婚为了啥 就是夫人当时回家 问爸妈说 蔡蕾为了啥骗婚 多一个 骗婚 想明白 然后他妈妈给他说 哎呀 你家可能有年龄 打比较着急 对 然后就这样去结婚了 然后后来 那第三次吧 然后他就在内心中 觉得我真的不靠谱 对 第三次呢 就是我不是也有幸 在这个北大经理学院 担任研究生导师吗 嗯 这往活动 有一次要给学生上课 嗯 这往周末 我说你跟我去吧 嗯 这个 发现确实是有正经工作的 看说话呢 也不像是个骗子 嗯 然后一看 可能就是年龄大 年龄大 着急 着急 还真着急 嗯 当时我也当成 给自己发了个誓 嗯 因为当时呢 比如说 二十八岁吧 想三十岁之前 必须要找 嗯 三十多岁吧 就想四十岁之前 必须找 到四十岁了 我说这不能 五十岁了 这不能拖到五十了 嗯 我说这不行 见到谁 我都得接 哈哈 也是开了玩笑啊 后来也觉得 比较合适 因为呢 我们也很简单 他 这个自己也是 都是你们的 学妹了 也很优秀 北大的 然后呢 这个 自己穿着也都比较朴实 自己的追求 都很简单 嗯 就是要学习啊 赏进 哎 我一看是一类人 嗯 所以我觉得也没啥 嗯 第一眼吧 看着也长得 挺漂亮 嗯 感觉他也不反感我 你这行了吗 还有啥 嗯 不需要什么了 就是源于一个职场CEO多年的这种判断能力 就觉得判断能力 嗯 觉得很朴素 可能成本低 哈哈哈哈 你你有什么想跟他分享的关系这个 没时间 真没时间 我是觉得怎么 事业上如此稳重的一个人 生活上如此不稳重 这个怎么能第二次见面就能提的事情呢 嗯 现在想一想还挺好的 得亏他不稳重 还真是 要不然再稳重一下可能就错过了 又错过了 嗯 是的 是的 嗯 我在书里 当年离断 嗯 我在书里读到这段 我当时感觉到你们俩特别有意思 说奇葩遇上了奇葩 她不是一个追求花钱月下的女生 用她的话说 她不喜欢男生粘着她 哎呀 你看 就讨厌男生粘人 总有一回这种人 不行 她更在意那种自由生长 共同进步的感觉 这种侄女心态 让她从小到大吓退了不少追求者 总而言之 太不想浪费时间了 谈恋爱 直接结婚 是的 你们俩在这个 是我的心 要不然登到50了 对 登到50了 对 我读的刚才这一块 第一个就是 你们俩在相亲啊 然后很快地结婚 第二就是在 蔡老师她遇到特别难的那段日子 我特别好奇那段日子 你有没有跟她说过一些 比较特殊的话 我觉得那个时候 因为原来我们俩 那点结婚太快了 其实没有一个机会去讨论婚姻 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 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会告诉她 对于我来说 婚姻 其实就是一种保障 就因为如果要是 只是为了生活 为了更愉快的生活 那其实 我们两个各自都生活得非常好 非常愉快 那婚姻就是 你如果不是为了选择一个 无底线的保障 为什么要走入婚姻殿堂呢 因为其实 我觉得人 当很多人选择不结婚也挺好的 但是有的时候 比如说 和我们很亲近的人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孩子 没有办法 我们的寿命就是相差几十岁 我们的寿命就是相差几十岁 你之所以选择另外一半 是想选择一个人 跟你的寿命相近 能陪你一直一直一直走到后面 所以像我不会放弃我自己一样 我一定不会 因为我觉得这 设计不到什么选择 我圈这会儿特别感动 我觉得婚姻也是个责任吧 要坚固你家里的责任 对妻子对孩子的责任 对双方父母的责任 我也认同这句话 孩子多大了现在 四岁多 四岁多一点 上学了吧都 还没这么天才 对对对 培养不够 好像是 幼儿园好像是从几岁 三岁开始 三岁三岁 幼儿园 孩子更像谁 你觉得 像谁 更像他 性格上 性格上像他 跳脱活泼像我 但是非常非常 非常乐观 乐观 像他 永远是 往好住想 就像我 二十一年 举行了一个 并动挑战 当时我就想一能 像第一次 并动挑战一样 募集不少钱 后来整募集到 十四万块钱 然后呢 我夫人就问我 你觉得成功吗 我说不是挺成功的吗 对啊 十几万的 他们就崩溃了 这也叫成功 我说你至少 活动圆满举行了 好多人关注了 前多少 那也不是一个 根本应的 恒联标准 什么就是往好处看 永远就是 乐观主义者 其实这有点 你会遇到这个难题 更得这样 要不然就 一决不振了 我在看到这个 书里头 您介绍自己的 成长经历这块 其实 我特别好奇 你为什么能做到 那么多年 持续的勤奋和自律 就是 你就有什么力量 在支撑你吗 我没决着吵 没决着 你不也挺勤奋的吗 我 台上来说 我没有你那么勤奋 我其实觉得 其实 很多人都很勤奋 都很努力 这个 哪怕送会计的小哥 他不也很勤奋吗 每天 接打电话 几百个 工作 16到18个小时 多问题 我真没觉得 自己是一个 特殊的 一个个体 我觉得 但是有一点 就是说 也是数多年来 教育及社会 这些 寻讨吧 包括企业家 精神的引导 企业家 你看都是 多么进去 他永远不会 停下来 所以我觉得 也是有一些 好的教育 企业家 精神的引定 让我也养成习惯了 企业里 工作二十多年了 你要让我闲着 也很痛苦 也受不了 很痛苦 我看到 书里头写的 因为就是 我给大家 大概介绍 蔡老师呢 是从河南商丘 商丘 令您比较熟悉的 伯州很近 昨天 都是您的梗 对 然后呢 一直 从小学习呢 就非常的好 然后后来 考大学的时候 其实自己是想 报北大 对 目标吧 目标是北大 然后呢 但是听父亲的建议 之后报了 这个财经大学 然后为此 抑郁了三年 对 因为确实 自己当时不喜欢 不喜欢 想搞点科学 想搞科学 对 研究 UFO外星人 就是单纯的爱好吗 真的是爱好 经常看 但是有一个 UFO那个杂志 每期我都看 看了以后要做笔记 还要写论文 投稿 高中就要投稿 现在是喜爱科学 但是您即使 就是当时选的 一开始这个专业 自己不是特别喜欢 但也做得非常优秀 我觉得也是有责任 那你学了这个 也好几年了 在这个岗位上 你能发挥一些 比别人更有优势的作用 明白 那你 首先也要生存 养家糊口 我觉得就已经做下去了 做下去之后呢 好像做才可以 就从 我记得一篇书里头写的 29岁 就是万科 集团的总税务师 总税务师 29岁啊 是 太牛了 也比较专吧 也比较努力 也没那么难 只要你专注一点 其实都做得比别人好 然后您后来加入京东 还参与了他们上市 是的 当时 互联网公司 有一个高度发展的机会 尤其是对我们财务工作者 能够参与到上市 对我们来说 是很大的一个历练 和提升 所以就加入了互联网公司 也就花十年过去了 我们人生中 都会遇到一些 特别崩溃的时刻 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单纯的好奇 一个从小如此勤奋 然后又取得了这么好的职业发展的人 然后找到了心满意足的爱情 还有了可爱的孩子 然后你在 你在得知确认病症那一刻 你是怎么样调解自己的心情 其实你说的没有错 当时是2018年 我真觉得我的人生美好时刻开始了 就说第一个吧 至少在工作上 事业上能够给你家庭 一个好好的保障 也可以做到一时无忧了 然后又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 满意的妻子 然后又怀孕 即将要生一个孩子 就觉得人生 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甚至人生的 理想的一个阶段上 终于可以拥有幸福的生活 觉得幸福的生活要开始了 对 继续也可以忙着自己的事业 但是很不幸 没多长时间 就是五雷哄挺了 也确实是有点不愿意接受 一开始的感受是什么 你失恋过吗 失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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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感受是不是觉得天都黑了 对 当时是别人失恋了 我也是被失恋的那一刻 就觉得活得没意思 那一刻 但是毕竟还有希望 当时的时候走出愚言那一刻 我就觉得天都黑了 没事 觉得没有意思 你要说想跳楼 该跳就跳 对吧 我们也有朋友 真的是跳楼的 我今天看这个书 我觉得我要是那一刻 我真的可能去干那样的事 你可不行 这么多丈母娘跟着你一跳 所以我就特别 拜拜 这个不会 他们不会的 所以我就特别好奇 就是 因为躲避困难 其实不需要勇气 但是面对困难 需要一种超人一般的勇气 所以我刚就特别好奇 你是怎么调整心态 或者你太太在那刻鼓励了 你什么 其实当时我其实就没想那么多 下午该干活 还得干活 还得干活 我还这么多邮件没回呢 好奇不见 太惨了 您刚才是这么感受 我是被她鼓励的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 其实邮件好多没有回 这个好 说的可笑 但其实忙碌 真的能给别人很多力量 就转移注意力 是的 就是心可以碎 手不能停 在这个过程中 自己都会治愈 在这个过程中 会发现原来你一切不可控 但竟然还会有一些可控的事情 然后可控的事情 变成一件 两件 三件 慢慢你的情绪 和你的想法 也会变得可控 其实刚开始 她比我低落 对吧 她都半年了 她说要不是你猜了 这么积极向上 那这个一家 都不知道什么一种氛围 随时你看到她的多 真的是这样 对 看到她比较多 对 我觉得 曾经有一次采访 我说 别人都觉得我很不幸 得了一个大病 我觉得我很幸运 我很幸运 为什么呢 让我真的是重新去思考 就像说的今天的主题 就是生命的意义 第二个 有限的生命 你要做什么 第三个呢 我可以选择 可能会放进一些 以前的顾虑 去做一些 我认为 更有价值的事情 你比如以前的时候 你在一个重要工作岗位上 假定你认为 有一个事情想做 因为有顾虑很难放下 现在我就可以放下 你现在可以放下很多顾虑 放下原有的 一些 工作内容 一些事情 你去做一个 你觉得经过 从一思考之后 更加重要的事情 离开不难不说 也给了我一些启发 也是一样的感悟 所以其实 第一个您刚提到的 就是在特别男的的时候 人不能闲下来 人闲下来就会陷入到 无尽的那种哀伤 因为这样你会扩大自己 你会把自己看得很重要 对 然后你忙起来 随便忙点啥 反而这个注意力转移 还能好点 然后第二个 其实信心会传染 信心会传染 从李开复先生的书 包括您家人 然后您再到 您太太之间 所以他倒挺喜欢 我的孩子也是比较乐观 啥人都比较乐观 我也是 我乐观的可以感染家人 也可以感染我们的 几十万名病友们 他们很多也是 本来就绝望 是想自杀 后来看到我在努力 充满信心 他们也都竟然选择回下来 现在还有几十万病友 是的 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几个人 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太多了 有时候我都不敢讲 一讲了我就流泪 是的 但是很感动 有些就是夫妻 享受隐末的感情 面对决战 还要考虑对方 我曾经访问他说 我一说就流泪 第二个也有很多 我说一个就是昨天的一个例子吧 也希望陈这个直播间 也能关注一些这些 绝望无数的人群 这位呢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妈妈 她还闺女四岁 天津的 然后这一年多来 我也给她上不少的鼓励 然后呢 她四岁的时候 她父亲就去世了 然后母女相应为命 结果你猜怎么着 去年二月份 她妈妈又得监督症了 二月发生非常快 就是她女儿先患的病 对 本来是想着妈妈还能 因为家庭不富裕 妈妈照顾她 这个病给家里造成的负担非常大 因为首先你是中年发病 你没有办法创造收入 我觉得有的时候 可以照顾孩子 就是平凡的生活和灾难之间 真的是一线之隔 就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原来我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一直觉得我过得很好 但有多少人能 从明天开始没有收入 并且还要 每天要很多很多花销的时候 你还有孩子 还有老人 你能撑多久 我不知道每一个人 我不知道大家能撑多久 但是真的很多家庭是撑不住的 然后并且这个病特别可怕的是 她是遗传的 遗传 有一个部分 百分之十不到是遗传的 所以刚才那个故事之所以很绝望 是因为本身是中年 中间的女儿病了 后来老母亲照顾她 因为他们请不起人 后来妈妈也病了 反正她妈妈一年多 多一点 双手就已经残位了 需要别人违反 照顾 这个年龄的妈妈 这次新冠 也是DICU了 整个人就昏迷抢救了 然后她妈妈就跟我说 想帮她闺女一块去死 她闺女放不下四岁的孩子 现在家里人照顾她说 请不提保姆 现在家里人用一个巴的 老奶奶去照顾 哎呀 这有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 有时候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数据 其实有一个关联 可能没有发觉 就每年新发病是 两万人 为什么说现在确认的是 十万人 为什么 因为生存期 呈出来的 其实这里边的因果 可能很少人会注意 这两个数字的衔接 这个病直到现在国际上 仍然是没有任何治愈的希望 没有 没有 目前前日也都没有 而且关键是 更难的是 我们还看不到说 在临床一起 能够治愈这个病的消息 那也就意味着 十年以内 你也不会有 可以把这个病 有效治疗的药品 十年都成不了 这是绝望之处 是的 好 我再上来一下 对 我把天聊太沉重了 欢迎于老师 对 可以说一些 自己相伤的 好 我刚才听你们聊了一会儿 这个 让你夫人先休息一会儿 我问问题比较直接了当 因为 只要变考我就行 对 因为任何一个人 突然从一个美好的生活中间 当时真的是非常的 你看 京东的财务副总 应该钱也不缺 刚刚找到了娇妻美女 结了婚 又生了孩子 就在这种一切都 如此玫瑰色的美好的时候 突然舞雷轰顶 邦一下 是吧 最后医生确诊 说你是见动症 并且告诉你 就是两到五年的时间 那么 这种 在这种状态下 刚才举会已经问你了 就说你是怎么调整 就是调整了这个心态的 我想的是 就当你倒推这个时间的时候 你怎样能够面对死亡这件事情 因为 其实我从你的事情中 我也想了我们这些正常人 当然 与辉倒推可能还有80年 但是我倒推 我觉得有效年龄 也就是那么 我觉得10年20年跟5年 只是一个50步和百步的问题 那其实我自己对我的启示是 假如说我活到80岁 我给自己还许了一个 比较长的时间 那我这20年到底应该做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这个四年 至少到现在为止 做的事情是 非常的有意义 就是哪怕到最终没有希望 就像西西伏斯推舌头到上面 它依然会掉下来 也许你自己 不一定能享受到 你所研究 推动的这个研究 所带来的成果 这个你书中也写到了 但是毕竟你在努力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 不可更改的几举几乎是 你为什么能寻找到 这种努力的意义 那你对于 你认为你的 你的势力 对于普通人 对于镜头界面的这么多粉丝 它又有一种 怎样的启发作用 坦白说 接受死亡这个时间也很简单 至少用了有半年 因为我只说的是比较轻松的 其实当时 凡医生给我确诊 从当天开始 我就完全是不能正常睡眠了 每天都是这样 一直整整经历了六五月的时间 六五月 也就是说这六五月的时候 我的心理 精神是不能接受死亡的 要不然你就会焦虑惧怕 就一直都是这样 让我吃药我也不想吃 但是我觉得第一个 也确实需要时间 但第二个也确实是 要思考 就像余老师提到的 大部分的人 要么你能余生了四十年 要么就是四年 其实就是时间又长又短 但是你可能选择的追求 是一样 就是说 我曾经也思考过这个问题 如果让我有四十年 其实很可能 还跟我夫人一样 天天地忙着工作 还是忙 像你也是 天天忙着工作 没有去选择享受人生 放松 但如果告诉你 还有四年 你会怎么选择 你可能更加努力地去工作 因为你的价值观没有变 你时间更宝贵了 你更不想浪费时间 这是我 也后来思考过 我做这个选择的一个必然性 这个其实 我恰恰这里面又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在想 如果有人告诉我 你还有五年的时间 你就要离开这个世界 因为你刚被宣布 就是你得了见动症的时候 你是四肢还是很灵活的 那跟正常人基本一样 跟正常人基本一样 就难得又感觉到 好像身体上有点软的地方 那你现在 你看到现在 手也已经举不起来了 手抱 讲话比原来也更加困难 脖子 臀 对 抱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叫见动症 就是慢慢慢慢越来 那我在想要 我是你被宣布的话 我可能不会取血的 我要攻克这个疾病 因为我觉得人类 都已经攻克了200年了 是的 到现在为止是零 零成功率 是的 那我觉得 这可能就是 上帝给我的一个惩罚 或者说是 就是我的命 因为当我读到你这个书 那些就是 有一段时间说 你这个可能是癌症引起的 你如此的欢心鼓 你要知道 他在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心 癌症是一个绝症 但是大家在恭喜 他得了癌症 我当时眼泪流得花花的 就是说 那么也就是说 癌症实际上 现在是一个有希望的病 就他这个是没希望的病 但我想 我想说 要我是你的话 我有可能会选择 我还能动的这四年 我就游三碗学了 我就该吃好的 拼命吃 是吧 带着你的这个孩子 或者是老婆 我就游三碗学 全世界玩 玩到最后 我不能动了 我就心安理得的等待死亡 而我 我不会想到 我要去攻克这个疾病 当然我知道 你这个做法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万一被我攻克了呢 万一我洗了个头 后面这个 大家 大家这个 就是说 代代的 就是一代由一代 坚论不拔的努力 被你的精神所感动 确实最后 这个病可能就攻克了 那你肯定成为世界上 只要有人类 还会传送你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事迹 但是你 你选择的是 攻克这个疾病 把所有的财力 精力 时间 都全部用在这件事上 而不是选择去游山玩水 来 度过自己的这个余生 我觉得这里面的价值判断 你是一个怎样的判断 其实刚才您问我这个问题 当然我也想过 甚至也纠结过 干脆修过假 彻底的享受一下 说不定 心情一好 病就好了 真的考虑过这个问题 但后来 左思右想 两种可能 第一种 你游山玩水 最后还是死了 第二种 游山玩水活了 但是概率不高 我觉得大概率 还是游山玩水还是死了 所以就像刚才我当年说的 你说人这一辈子 给生命就是时间构成的 我还是想干点事 可能跟您的爱好不一样 那你也讲了 我也想干点事 不不不 我到现在来着拼命干 你说更想当一个流量汉 对那当然 就是如果从轻松角度来说 对 这可能就是您内在的一个 一个价值的体现 一个喜好 一个价值的体现 我可能 也长年也没怎么玩过 对那种享受吧 娱乐 不太有感觉 我们也有朋友 经常每年要去一次 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 我要是经历几次 可能也想去 现在就没去过 好像觉得吧 这干工作就挺快乐的 还是干工作 跟打高尔夫 在度假村玩相比 你其实在工作中间 得到的快乐更多 我觉得肯定大部分时间是辛苦 但是呢 当你有所突破的时候 你又觉得这个很有成就感 更愿意把时间用到这方面 其实刚开始去做这个事的时候 也没想到说 能把这个病攻克 当然也没这么乐观 当然就想了是 这个病 接下来两百年 病一目明 我觉得这个不合理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 大数据发生这么快 我们做互联网的 有些记住优势 我应该协助医生 科学家 做点事 其实当时的时候 还真没想过 这么高远 真的能把这个病攻克 还真没有想到过 但是至少可以开个头 对不对 开个头 然后呢 越往前走 觉得越有希望 看来就能做一些事 所以做的不仅仅是 刚开始说的那个 大数据平台了 就做了一系列很多事情 当网友刚才留言 最多的就是 祈祷奇迹发生 希望奇迹发生 所以网友都在给予 这种祈祷奇迹发生的力量 说明他们也是有一种信念 相信也好 希望也好 是的 我觉得这是 我想再问你一个 比较残酷的问题 面对必然来到的急剧 当然我们希望 就是这个急剧不来 你跟我们一样 继续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生存并且 再努力下去 但是假如那一天来到 你现在面对这个时间的来到 你是不是已经很释然了 内心 是啊 非常释然 非常释然 我去年八月份的时候 主动给我夫人说 我说我现在完全接受所 三年前吧 你可能是圈子也要接受 但是三年前不是这样 为什么呢 是有理由的 就是把三年前 想做的所有的事情 我认为全部做完了 或者说全部做到了 就该做的 你觉得 对 朝着我的预期 没有留下遗憾 朝着我的预期了 我就觉得就可以接受所 这个我是主动给我夫人说的 嗯 那你夫人现在对 这件事 你下去了 夫人下去了 不然你要不要再带 再带 再带 蔡磊 我可以站在后面 对 你站在他后面 没问题 对 就是我趁机给大家 鼓励大家一下买这本书 这个蔡磊老师 这个写的这本 相信这本书 是他 人生的回忆录 加上他得了剑洞症以后 和剑洞症进行这个战斗的 这样的一个经历 以及不放弃 不不放弃 不绝望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 那蔡磊老师这本书 卖了以后呢 他得到的就是 出版社给他的百岁 将会继续用于 对于剑洞症的功课研究 也许我们周围有亲人 或者是朋友 得了剑洞症的 也许因为剑洞症 毕竟相对来说是一个 相对来说 人数还比较少的疾病 尽管在中国也有十几万人 但是因为中国有十四亿人 相当于是 是的 但是呢 你要知道就是说 如果真的剑洞症 这样的一个病被攻克以后 每年至少能够 挨救几十万 全球人的生命 还有家庭 对 其实一百年以来 因为得剑洞症 去世的人 已经接近了一千万 是的 每年都是几十万 所以实际上 知识蔡蕾 就是在支持这个群体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 努力的支持一下 我新东方也会采购一批 让新东方的员工读一读 谢谢余老师 其实还有一个 就是 你再在前面一点好了 没事没事 可以可以 这样我会也更放松一些 你再在后面 我觉得蔡蕾立刻就感觉到有力量 我觉得蔡蕾今天这么乐观 是跟你对她的支持 是有非常重大的关系的 所以刚才有两个问题 你一起回答一下 第一个是 你是怎么样从不接受 因为我觉得 你跟着她 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幸福 还是通过人介绍找到的 但是确实比自由恋爱 还有幸福的感觉 我觉得是吧 而且又生了孩子 突然这么一个五雷空顶 你是怎么样 从不接受到接受 因为我觉得 你的心态一定经过一个调整 就是你不能倒下 因为你倒下了 她倒下了更快 是的 我甚至都在想 我觉得挺幸运的一点 就是 我现在粘负力强 就是现在我有 身体也不错 能照顾我 就我还有很多 可以稍微再借走进一步 很多能力能够 不只是照顾她的身体 还要照顾她一些工作上的安排 是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其实看起来 见动症的群体 是一个少数群体 而且是一个 以散发为主的群体 但其实它是 一大类神经退行性 疾病的一个加速实验 我觉得有一时候 因为比如说 神经退行性疾病 并不止见动症一种病 对不对 比如说 这个老年痴呆算不算是一种 算的 算的 第一的 第二是潘尼森 潘尼森也是 对 很明显 对 都是一个 因为你知道是这样 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做科研的时候 因为原来我 我做 我学药学的 北大学药学的 就是为什么 有时候我们会用 生命比较短的动物 是因为能够 很快速的迭代 看到实验结果 那有时候我在想 可能我们是被 也许是被诅咒了一群人 但是也许 因为可能我看一个 阿斯海默 我需要20年的时间 才能确认我这个药有没有效 但是这个病 它以日为时间 以周为时间 能够看到肢体的推行 其实也 真的不只是这一个群体 就也许他们 我们是非常苦难的 但也许我们是为了以后 就注定被选中 做一些事情 这种选中 我觉得两个解释 一种你刚才说 是被诅咒的 我不认为是这样 就上帝 他确实有的时候 都不能说是大自然 应该这么说 他总会有的时候 就是有些事情 降临到不同的人的个体 但是我 我从蔡磊的努力 我的感觉是 他被选中了 其实是希望让他开启 对于这个疾病的征服之路 真的是这样 这是我的一种感觉 他书里也讲了一些 还有几个西方人 也做了同样的努力 我觉得人类的 最伟大的地方是 任何一个个体 也许不能达到 最终的这个目标 但是当人与人之间 进行激励赛的时候 一个群体 共同往前努力的时候 那个目标 是早晚能够达到的 那我觉得蔡磊 是我看到的 在静动政这个过程中间 从努力 到刚好遇到现代科技 刚好他自己的专业 又跟这个相对来说 有一点对口 加上你又是要学的 所以我觉得 他就成了这个激励赛中间的 最要野的那一颗星星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这也是为什么 我读完这本书 我说这个序言 我无论会要写的原因 所以还有第二个问题 你怎么样做到 就是说 从这种悲痛中间 示篮出来 现在你面对蔡磊 可能会 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点 你是一种 怎样的心态 你接受 你怎样的心态 接受他的这个现状 以及怎样陪着他走完 最后这个人生的历程 其实这是一个过程 就是我一开始 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孩子太小 我后面的时间太久 而且我又是独生女 有时候我都在想 是不是 有一天我都心是无人宿舍 但是有时候我在想 其实人每天每天都在告别 我上面有老人 我在 因为人每天都是在倒计室 你每天在和不同的人告别 只是他发生的时间不一样 包括我每天也在和自己告别 我会看到 虽然我现在已经中年 慢慢在走下坡了 就是看到自己一天 就每天都在不同 不停地失去 那同时也许 我做出来一点点事情 是换一种方式 留下一些 所以这个过程中 也是慢慢在安慰自己 其实你刚才有句话 对我启示挺大的 就是其实我们也 像我这样的人 也有见动症 只不过我的见动时间 拉得更长 就是也许我每一天 不能看到自己的蜕变 不像见动症 短短的几年这么快 但是实际上 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人就是一路走向衰老 和离开这个世界的过程 真的是这样 对吧 那在这个时间的长短中间 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才是重要的 而不是说你最终离开 才是重要的 因为没有人能逃避 每个人都有 没有人能逃避 你知道您有一句话 特别特别激励我 就是您说 有时候人在 用倒计时的方式 去生活的时候 才会知道自己 更想干什么 想去做什么 我觉得有的时候 其实或长或短 就像我们自己 也许 80岁 就是寿中正寝 那也许 那个小虫子 她招生息死 那也是她的一生 那也许我几百年 也是我的一生 就是我要 这些是我没有办法改变的 但是我 我还能选择 对 那你对蔡蕾 这个四年的 她做出的选择 你 你当然很支持 但是从内心 你争取的 她的选择 对吗 如果我是她 我没有这一份勇气 这样选择 但是同时 我其实真的 没有她那么乐观 即使今日今时 此时我也 没有她那么乐观 但是她 已经做成了 一些事情 让我觉得 好吃惊 就是让我 我以前 因为我和我们不一样 她原来在 财经领域 她在企业 我是从 实验室走出来的 她在做之前 我觉得这个事情 都没有必要做 因为太难了 因为她的资金的缺口 她不是一个 数量这两个 她差很多很多 但是后来 我也有这个问题 面对这样一个 不可 可能不可更改的未来 你为什么不把你的钱 留给你的老婆和孩子 这个全力以赴 投入到最后 这个 弄到家底 都抽空了 要来做这个研究 如果你真的 就是为了救自己 这条命 我觉得 甚至我觉得 有点自私 你知道吗 我来解释一下 上次我说 决定千万被别人给骂了 现在做人无用功 还不是把钱 留给孩子老婆 第一个 我还是要 有家庭责任感的 对吧 不可能把家里的钱 你稍微有点没有 那肯定要 我来 招务好是第一位 这个问题 招务是第一位的 这家庭 招务好是第一位的 这个绝对不是说 自私的为救自己 把家里钱弄空 这个我绝对不会做 第二个呢 就是其实 很多人都认为 你投了一千万 对背水车 并不是这样 其实科研的突破 它是很艰难 但是刚开始更难 就没有钱去推动 一个科学实验 拿不到数据 更不可能有人 去给他投资支持 一旦你能够一百万 做出一个数据 就可能会融入到 一个亿去往前推动 这是过去三年当中 已经看到了 所以这一千万 可能会转换为 十个亿的力量 是这样的 就是你希望 实际上像西师傅 推这个石头 其实越推越大 变成一个真正的 一个光明的 一个希望的石头 有希望 有希望 要不就要相应 我的序言说的就是 其实你已经点燃了 这个火焰 它会有人会接下去 为什么你 做的实验也好 这个药物研究也好 还有是你做的 大数据平台也好 这些东西 它都不会 因为你不承担了 它就不承担了 你实际上 我觉得你是在 用另外一种方式 在延续你自己的生命 是的 这个事情 已经做起来了 不管说 包括上次 从林导一试验突破 就那个 科研样本 在中国过去 两百年没有一例 我们一千个人 居然一体 现在已经几十个人 去世 贡献了科研的 宝贵的样本 因为是您 科研疾病 没法进入 获得研究 只能用 这些样本 好 那个 宇慧你先问 蔡林一些问题吗 没得了 我再问 我问的问题 有的时候比较严酷 面对这种怀念 不过我年龄比较大 所以你不要 不要觉得我在 这个得罪你 没问题 我都给宇慧说了 只要别靠 我问试者就行 我就没有压力 我今天要把这个 东方征选的老总 东方小孙也请过来 刚才你也见了 小孙在哪里 小孙有点事 他还上来不 他应该不问 问问 问问 对 感谢宇老师刚才 调整了一下气氛 我可能 就是面临生理死别 你觉得他太沉重了 不知道怎么化解 也不知道 大家买书 还是比较轻松的 一本书 几十块钱 我不知道今天是多少 就是支持一下 蔡林老师 对于剑冬针攻克的 这样的一个 努力去攻克 剑冬针的 这样的一个事业 因为这本书 说拿到的百岁 都是要用在 剑冬针的研究上 其实 我很好奇一个事情 就是您在自己 做这些科研的过程中 你怎么定义自己的角色 我定义为 我就是一个 只要是 别人需要我做 没有人做成的事 我就去做 你觉得 这些问题一定能解决 相信 你相信 我要不相信 我就不会做 刚才你跟余老师聊天的时候 有一个动作 特别让我震撼 就余老师问 说相信这个能解决 蔡林老师连续说 相信 相信 就是他非常的坚定 人类就在相信中间 前进的 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说 到现在为止 人类已经克服了 在一百年前 有很多根本 人类不可能相信 能够做成的事情 对 那面向未来 这个疾病 不管是生物医学也好 还是这个基因医学也好 还是说是大数据 包括Chad GPT等等 这样的这个出现 就是我 我个人的 个人的感觉 就是人类的激励赛 是把人类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大部分都能解决的 我觉得人类不能解决的 是心灵问题和精神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说蔡蕾 她的重要性在于什么呢 她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 不能解决的问题 她最终把自己的心灵 和精神的寄托问题解决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 而且她的解决方法就是 要为人类解决现实问题 来做贡献 而不是说像一般人一样 去寄托于一个虚无的 比如说来世 或者是虚无的上帝 所以这就是我读她 这本书我感动的地方 因为人总是要死的 早而晚而已 但是面对死亡的态度 是可以不一样的 那么她这种探渡 传递的是人类的正向信心 这是我个人阅读这个时候的 是的 过程也很艰难 但如果自己都没有信心 那是做不下去的 相信 选择相信就是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整个东方政选的员工 包括新东方的员工 来学习的一个特别好的场景 所以我特意的 就是东方小生本来是不上台的 我特意的把它留下来 我说你也来跟蔡蕾聊一聊 因为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这是我的原话东西 是不是 是我的原话 我说不能光让雨晖 一个人学习 必须要跟他人学习 所以我现在让小孙 先上来对他一会儿 欢迎孙老师 我站雨晖那边可以 你可以坐在这儿 没事 人太多了要不来 没关系 人太多了 我们换一下 我们换一下 热闹热闹 我就随便说两句 人太多了吧 热闹热闹 我适合 余老人坐 余老人也坐 好好好 我适合躲在暗处放的 那你在在蔡蕾和雨晖之间 没问题 那我站在这里 第一位在在我跟蔡蕾之间 好 特别对称 大家晚上好 蔡老师好 对 你说几句吧 刚才听了这么这么久 什么感受 对 小孙 什么感受 感受非常多 第一个这书一定要买 我来给大家提炼了一下 这本书的卖点 因为小孙还是比较务实 跟蔡老师一样务实 我们都是比较直男类型的 一些管理层 理工科思维 一些公司的管理层 比较的结果导向 因为很多时候你没有结果 就没有了过程的意义 那么这本书写的这么的好 那大家就得拍回去 就像很多朋友现在留言写的一样 我说这本书有三大卖点 写的非常好 第一个 它很励志 就像大家刷的 真的非常感动 非常的受启发 很受激励 这个已经毋庸赘述了 但是呢 如果你只把相信这本书 看成一本励志书 有点没有认识到 它的这个深刻 第二层呢 就是 它有点这个 蔡老师文笔非常好 我看了以后觉得 因为它这个主题 还是比较庄重的 有一种崇高的使命 所以某种程度上 限制了蔡老师 这个文采的发挥 但是这里边 冷不丁的一处描写 比如说 你二位这个恋爱史 这个电光火石之间 第二次就求婚 而且还成功了 两个奇葩的这个故事 就让读者特别的暖心 而且让很多年轻的朋友 看到了这个爱情的希望 第二次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 他能看到人生百岁 所以实在给雨晖 带来了一个启示 他恋爱和结婚 其实很容易 第一次见面 第二次就求婚 对 你也可以试一下 学习蔡雷的榜样 但是有一个前提 要坚持单身40年 你就能遇到特别美好的人 那小时候还在 雨晖还在等一等 只有只剩10年了 还有10年 已经坚持30年了 你没办成了 希望你们又 回头弄出去 真的 叮咚挑战了 就是要坚持下去 啊雨晖 第三个呢 我想说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屏幕前的 我们东方知识员的 很多粉丝朋友 都有各自的事业 处在各个行业 其实呢 大家经常也会希望 余老师 希望余晖给大家推荐一些 管理学的书籍 我个人觉得 这本书是一本 非常好的 行胜预言的 管理书籍 他没有讲任何的 管理理论 但是蔡老师 非常的低调和内敛 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 要被他的外表欺骗 你看他好像很严谨 很严肃 谈的话题都很宏大 很表不起啊 但实际上呢 他内心非常的活跃 我其实一开始 看他履历的时候 我也被欺骗了 我说这不就是一个 大公司的这个CFO吗 对吧 财务老总的那种 这个形象就 就越到眼前 但实际上 你看了他的书 看了他这个人生经历啊 你就是发现 他特别有能量 非常的活泼 他这本书 没有讲任何的 企业管理 但是这无处不在的 都是企业管理的智慧 比如说当蔡老师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他想的是 调用自己的社会资源 调用自己的 这么多年职场的积累 调动优秀的研究院所 医院啊 专家医生啊 然后企业家去一起 发动社会的优质力量 去攻克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他 一贯之的这么多年 优秀职业习惯 和成果的一个体现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呢 它有非常好的这种 历史效果 而且呢 有很很传奇的这种 人生经历 还是一个 行圣预言的 管理学的著作 因此我觉得 这本书一定要看 大家千万不要把它 只理解成 是一个很励志的书 它其实 可读性和丰富性 非常小 我看了以后 非常的受伤 我也就理解 余老师 为什么一定要让我来 要让我找差距 要让我找差距来 刚才网友说了 这个尼拉余会 战争十年 说余会的妈妈 拿着棍子 正在来的路上 刚才我看到 很多点评都说了 他说 余会被浇了一桶冷水 然后余会郁闷了 余会郁闷 余会已经 做好了充分的 在这边被吹柴的 心理准备 也有很多朋友说 看到今天晚上 蔡老师和他的爱人 很相信爱情 是 相濡一默 有一句话 大家可能以前听过 就是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狗 很多人对这句话 错误的理解 以为是专门折磨一部分人 专门挑一些人去为难 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他没有特殊偏爱任何一个人 以万物为出狗 就是对大家是平等 对 任何人都公平 对 任何人都公平 这个公平体现的我们个体上 就是我们终将死去 只不过是方式和早晚略有差异 因此向死而生 就是你对待人生的 最好的态度了 因为你将知道 把你剩下时间 如何活得更有价值 更有意义 厚度跟长度关系并不大 当然我们除了听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狗 我们还听过一句话叫做 天行见君子 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在这本书里头 也体现的非常的淋漓尽致 面对突如其来的厄运 一个人首先的反应 其实就是像我这种 内心脆弱的 先呼天喊地 然后你先怨天尤人 先难以适应 先这个昏迷不行 可能就有一些 意识坚定的人 他会爬起来 然后整理好情绪 整理好身体 安顿好身边人之后 带着一种使命 然后推着巨石开始上山 他不知道他这代人 能不能巨石到山顶 但他知道 一旦巨石开始 终于有人把他推向山顶 只要他滚动 我们没有办法 给大家现在预告结局 但是根据人类 一些过去的经验 在150年前 飞机是不可能的 在100年前 现在人类看到的 这些互联网技术 是不太可能的 在80年前 人类想要到月球上 或者太空上 是不太可能的 人类在过去这500年里头 功课的东西 其实已经超过过去5万 甚至500万年 功课的难题了 可能确实很难 也可能确实很漫长 但是刚才蔡老师 看着余老师连续说 相信 他连续 他根本不加思考 他出于本能式的那种回应 让我突然心里 跟触电了一样 哪怕是一种自我情话 但是他其实背后 就是一种力量 因为老有人打击我 我自己的心意 我绝对不能动药 对 这一种一种 其实前两年 我夫人睡觉的时候 问我 那药啥时候能出来 怎么还没出来 我又问这个问题干嘛 要做的事情 就是继续努力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又比较 比较残忍 你从年轻时候 那么奋斗 每天18个小时 从来不休息 而且你对吃喝完了 刚才你跟我说 也不太感兴趣 就是努力努力努力 你觉得这种努力过度 跟你这个病有关系吗 其实是理论上讲 它好多疾病 或者说绝大部分疾病 都是基因加外部环境 这个是非常确定的 对 你有这个基因的缺陷 或者有这个基因的倾向性 你呢 外部环境不利 它就会导致疾病 就容易诱发 因为诱发 但是我不去想这一问题 让影业给你做过基因检测 正在做 正在做 对 在职业 给影业老师 我贵心他在镜头面前 对 点个赞 表达感谢他自己捐款 他没收你钱吧 他自己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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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病友 都行 先检测 他如果收你钱 以后他再也不可能 在上东方正学 好 于老师说了 影业老师 在现场听见了吗 谢谢 其实都是包括 东方小孙刚才提到的 确实是这样 要做一个事 与老师给我支持 影业老师给我支持 影业老师给我支持 影业老师给影业点赞了 影业生点赞了 不是 别人给影业点赞 另外一个影业 别人点的影业 帮影业点赞了 实际情况 这是 做一个事 就是一个企业家 或者一个管理的思维 你要整个队 他能往前迈进 影业到咱们直播间来过吗 没有 对 特于对他做基因免费检测的 这样的一个良好的意愿 我们以后可以考虑 影业到直播间来讲讲基因的故事 其实真的是给我们带来希望 但是你想 刚才尤尤也提到了 三十年前 人对基因可以说是完全 人都不知道基因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 对 刚刚解码也就是二十年 甚至这一两年 那基因就解 解密了很多我们的身体 表征的问题和疾病的问题 加以 加以 实 基因这个基础 也肯定可以解决问题 对 所以我也是相信 多顺 继续问 好好好 再问你个问题 这个 因为蔡总刚才也说 咱们谈点这个开心的 开心的话题 因为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 真的 他们 我跟他们俩打交道的感觉 他们完全接受了自己 现在的线统 并且在这个线统 现在再提取两个东西 第一是创造 第二是快乐 对 还有就是获得力量 因为这本书呢 我刚才想表达一点 就是他文笔很好 就有几段黑色幽默呀 我看了有点这个 余华和莫言的感觉 就是能对自己的 这种遭遇进行调侃 因为只有彻底的 笑对他 你们才能做今天 这么了不起的事情 要不然每天就会在一种 悲伤的情绪里边 没法勇敢的前行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书真的是能给人 带来全方位的力量 蔡老师呢 在这个书里边 也提到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考虑到自己的儿子 对吧 之所以要现在创这番事业 包括搞直播 因为蔡老师 大家能看出来 他风格非常的内敛 他内心很狂野 有很大的梦想和能量 但风格还是偏内敛 其实我也是一样的人 与慧也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偏内敛的人 余老师不是 余老师平时就非常的奔放 我是瞎奔放 表里如一的 所以蔡老师 这个写这本书 包括开始做直播 在书里也提到 也是要给儿子 未来留一些影像 这样孩子长大以后 能看到自己爸爸 是一个多么努力的 多么了不起的 为别人创造价值的人 所以我也代表我们 屏幕前的一些观众 问一个问题 因为蔡老师 很贴切 给自己贴个标签 小镇做题家 对吧 就是靠读书 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命运 然后进入职场以后 也不断地抓住机会 你能不能 蔡老师 就你从小时候 就这么努力 然后职场也 非常的努力 宇慧要带提到 29岁 就出任500强公司的 总税务师 就是 一路非常娇人的 这样的努力 没有任何的这种背景 当然肯定 一路有很多这种 粮食 有贵人相助 但是努力是一个前提 就是能不能讲一些 这么多年 这个努力的动力是什么 好 其实我和刚才 跟宇慧也聊到了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努力进取 贫富的人非常多 但回忆起来呢 我确实是 比较年龄小的时候呢 就要求自己 比别的同学们 要更 更亲吻一些 这里面呢 确实是 跟小时候的环境有关系吧 我从小出生在部队家庭 父亲呢 也是农村 残军 到部队 其实家里条件比较差 所以呢 就从小觉得 就是爸妈也教育吧 奔鸟先飞 第二单家庭条件差 好好努力 从小就是这样被教育的 也是教育了 自己要比别人 要好强一些 好像就是这样 没有 那你在学校学习的时候 有过成绩不好 被父母指责的时候吗 所以你从小其实 脑子一直比较聪明 所以成绩上 父母从来没有为你担心过 成绩还确实比较不错 在你们面前不敢说好 没有没有 我成绩一直都是被打到底的那种 像我夫人也比较牵移 说他是北大学长 其实呢 这个 余老师也经常这样 我听你拳头都硬了 对 所以学成绩还算不错 从中学一直都是 班级第一名吧 全校第二名 这样 但不觉得自己聪明 就觉得自己就是比较 比较努力吧 那你就说我个人的感觉是 尽管你就是 就是 就是很 就是应该说 努力的过程 肯定是还是有艰苦的 但是呢 到你这一次被查出来 有这个病之前 你的人生相对来说 还是一帆风顺的 所以这个一帆风顺 实际上可能这种病的出现 对你的打击实际上是更大的 是的 那你觉得你 你这种打击以后 你的人生观的转变 最大的转变是什么 你觉得 我个人自我认为 没有特别大的改变 但有些理念 依然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姿态 积极向上 但是呢有些观众的东西 会发生一些改变 比如说 在我企业里 我老爸于老师 当着榜样 总感觉自己差距非常大 谢谢谢谢 对 不敢不敢 所以永远是在 原有轨道上积极努力 但病了之后不是这样了 我可能不看于老师了 我可能一看一个 就像我刚才讲的 看冬雨辉了 不不 冬雨辉也太优秀了 我就看一些 比如刚才提到 像天心那种病 他们确实太难了 突然觉得自己好有能量 可以帮他们 然后有些人也都说了 他说 由于我给他带来一些生命上的帮助 我觉得特别开心 这可能是过去 在这么多年的生活中 工作中 是感受不到的一种 我觉得一种价值 一种价值 以前价值更多的在于说 今天业绩做得怎么样 甚至是待遇又没有提升 股票又分了多少 现在不是这样了 就是看 就是真的 社会中好多人需要帮助 都很困难 其实写这本书也是 这本书也不是说 真的一定要是宣传建筑症 然后呢 我就觉得 可能很多人 其实不一定比我们更难 结果呢 他的精神上就崩溃了 这样有些人 一失恋要跳楼 这些人有吧 宇慧应该不会 像这么多张娘 给你操一会 宇慧跳过好几次了 都是从第二个台阶 跳到第一个台阶 明白了 宇慧要对外声称 做出要死要活的样子 所以呢 就是 感觉呢 这个观众点不一样了 而且呢 觉得价值很大 对 这刚才你讲的这一点 我也想要网友说一下 就是说实际上 你读完这本书 你会发现 你人生中面对的 所有的失恋 失败 什么失业 都不是事 都太小了 这种事情 它就不是事了 你面对这样的一个 人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果 精神状态 还如此强大的话 你再也没有理由说 我遇到困难了 当然遇到困难是事实 但是呢 战胜困难的 这个勇气和决心 至少等待奇迹 发生的那种 这个叫做 信心可能会增加不少 对 我读这本书 这个感觉 也是比较深刻 你刚才提到这个 失恋 因为我演讲的时候 上大会跟学生说 失恋算什么 失恋不就是上帝 给你打开了另外一扇门 让你去找更多的女孩 更多的男孩吗 对啊 是 余老师想明白 我听太好了 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 一直处于连失恋都没有资格的状态 所以呢 最后我就想明白了 其实老天可能在安排我这一辈子 做恋爱之外的事情 其实我今天看完这本书之后 我也获得了一些力量 就是之前呢 比如说 以前呢 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素人 一个老师啊 他没有面对过镜头 没有面对过那么多人的关注和评价 所以被很多人批评 或者很多人说的人就是对 等于说你就是不好 但自己玻璃心接受不了 你就 你在网包我 就是故意妖魔化别人 在接受很多那样批评的时候 其实我一度是受不了的 就 甚至那个会影响到自己的睡眠和生活状态 但我后来发现 余老师 每天都在热搜上 完全不在乎 手机一关 所有的这个攻击都会物理停止 余老师根本就不看 每天雨不惊人死不休 各种论坛 然后呢 一点都不收敛 关键是我每次讲话的时候 我自以为已经避开了所有的攻击人 因为我觉得我讲话已经很周到了 他自己滴水不漏 他自己滴水不漏 这个讲一句被攻击一句 结果呢 频频热搜 然后当时看见余老师这个状态 和我吃饭聊天 然后压根都没有提过那一声 我说余老师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热搜 余老师说我看一下 我当时觉得 哎呀 这个人活的算是 不明白了 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不要活在虚拟的世界里 然后再看完蔡老师这本书呢 这本书里头有几个特别小的点 就是让人看完 一开始是泪崩 后来想一想 真的挺可爱的 说恭喜蔡总 恭喜你得了癌症 因为在他看来 得癌症比现在得健动症好太多 至少他有获胜的希望 还有一个就是 蔡老师在书里描述到 他跟另外一个病友 两个人在医院的房间 看着楼下一个捡垃圾尾声的 一个无价可归的人 然后呢 就说好羡慕那个人 好想成为他 就那一刻 其实我们的幸福 常常是无法自己 身在福中 可能不知福的 无法自己真正体验 人世间的痛苦和幸福 没有办法等量替换 你也不可能在你短暂的一生里头 去经受所有的磨难 然后让你拥有超人的智慧 以及宽阔的胸怀 去理解 接受声明中所有的给予和剥夺 所以看书很多时候 让你能用一辈子 活出无数个辈子的那种智慧和心态 我特别感谢这本书 因为前几天 余老师跟我推荐的时候 我一开始不敢看 因为我知道 我还没有看 我就一直苦 一直苦苦难受 我觉得我们俩的心性是差不多的 我刚才说过 他给了我电子摆 一个礼拜 我没敢去碰 我下载了以后 到了电脑以后 我就不敢去碰 直到后来他问我 说你去写了吗 我当时心头是颤的 你知道吗 我想怎么读一个 读这么一个人的一本书 我怎么去读 后来读完以后 给我带来的一个意外的效果 就是说 我内心增加了好多力量 这是我一个意外效果 当然我也同时读这本书 本身就很感动 就像刚才小春 也总结了书中间 是一种面对死亡的 释然以后的一种轻松 甚至带有黑色幽默的 对自己的人生经历的 一种描述 在坚定不移的 对于剑洞争的攻克的 信心的展示 即使到最后没有希望 也要把自己的身体 捐出去 让有信心的人 去持续持长 就是说 到最终人类 中间会胜利的战斗 所以我读完这个以后 我当时 为什么我能够 那么顺利的就把一个序 在同一天读完书的晚上 这个就能够写出来 其实它是有道理 我有个特别好奇的专业问题 陈老师 按照您现在 整体收集的这些数据和研究 就是这个疾病未来的功课 大概率还是要从基因破解上去解决 基因是一个根本解决之道 但是最难的问题是说 怎么去能够把基因和我们的表征对应起来 不知道哪个基因序列对应 比如说一回你看你的头发 有黑 有浓密 跟高四球一样 你看我的头发 有稀有少 你这个是智慧的头发 原因是啥 基因 真的是这样 当然也经常熬夜 也会导致到基因家环境 所以这肯定是根本解决之道之一 但是真正能够解码 可能这时间还是需要 需要尹业老师来回答 对 我们聊这儿 其实可以给大家做一点点小科普 其实就是人类对基因的解码 其实可以说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大家可能以前都听过 转基因的玉米和大豆 但是你很少听过转基因的小麦 因为小麦的基因比玉米和大豆更复杂 玉米大概就是30万吨 小麦可能得在130万吨了 小麦的基因破续应该是2021年底 这个多有研究 我也低估了一回 才刚刚完成 所以为啥以前没有转基因小麦 是因为小麦的太复杂 它一共有130万吨 所以破继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需要超大的酸力 因为玉米和大豆简单 所以就最早被转基因了 不是没有转基因小麦 是以前人还没有转到那儿的 所以人更复杂了 人就更复杂 但是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但人类终将解码生命的密码 但是我们也希望通过 别的方式 早一点能突破 因为每年都会倒下数万人 数万个家庭遭到毁灭 我们也希望早一点加速 这个人类必然可以攻克的一个实施的预期 所以我肯定说 建东症 阿斯坦默症 人类必然攻克 但是我们就希望能够加速这个过程 对 为啥刚才要补充这一段呢 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屏幕感受到 这不是一种英雄式的哀伤的自我陶醉的沉迷 不是说根本就不可能 我就在这儿自嗨说就可以 是真的 很多事情真的是你没有看到 你是想不到的 人无法成为自己从未见过的物种 就是你见过身边有多优秀的人 你大概率的极限就是成为他 如果你一生身边影响的平均几个人 都是缺乏想象力 缺乏自律 缺乏目标 缺乏引导 缺乏精神力量 你大概率会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人 这是人是你周围朋友的平均数 平均数 对 那我们刚才讲这个背后的这些科学原理的意思是啥 其实刚刚就像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一样 古人在两河流域驯化小麦的时候 一定没有想过它会被转基因 玉米和大豆一开始在美洲和中国被驯化的时候 也没有人想过它能转基因 它能抗那些虫 它能抗那些病 它能抗汗 但实际上这个玉米和大豆的转基因已经完成了 然后呢 小麦转基因在2021年底就完成了 所以理论上来说 如果现在鱼血中的话 是可以中转基因小麦的 那当然人体相比他们来说是更加复杂的 大家要知道基因的复杂程度 一根黄瓜的复杂程度 基因的复杂程度 是远远超过一个宇宙飞船的复杂程度 就是你拿最复杂的 比如波音747 对吧 人类制造业上的皇冠明珠 一根黄瓜基因的复杂性 远远超过一家波音747 所以就是我们真正开始了解生命的时候 才意识到你的身体是走过的多么漫长 而又精致且不可再复制的一个旅程 就是如果我们现在真的能把人身体 所有这些东西都破解了 那大概率这些疾病应该都能被克服的 一定会 所以它不是一个幻想 不是一个illusion 对 不是一个illusion 它是一个真正可以被实现的mission 是的 而且我想说一下为什么要叫相信 是因为很多人都是看到了一个东西 他才相信 比如说当时在喧哗小麦的时候 因为看不到今天能够转基因 就认为也许 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基因 但是我们今天也许我们没有看到 这个疾病被攻克了 但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 它会被攻克 我们这条路 我们没有看到终点 我们也没有看到我们到底是坐马车去 还是坐飞机去 但是我们知道终点在哪里一定会到 所以会相信 然后还有一个推荐这本书的原因 就是因为可能刚才孙老师也讲 就是他里边会给我们分享一些 比如说管理企业整合资源的能力 但其实我更想说就是蔡总 想告诉大家如何整理你自己的内心 就是可能就像余老师说的似的 外部的客观的 我们是一步一步向前走 但是内心这么多年 人类向前走的 都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 这是没有办法科学能够达到的 但是也许如果自洽 也许有一天我们不再纠结 我们不再内耗 我们有无穷的力量去做很多事情 所以特别想给 希望大家一直都是平平顺顺 但是非常想给大家分享 因为我觉得蔡总实际上 真的是有一种很独特的力量 力量 大家可能面对蔡蕾的这样的一个 身体状况和疾病 大家可能就跟我跟雨晖的反应一样 开始有点不敢看这本书 不知道里面是多么悲苦的一个故事 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说的 读完这本书以后 其实带着的一种力量 面对死亡 面对生命的一种力量 其实我跟你俩就不一样 我就敢看 你敢看 因为我一直是个神经比较大条的人 对 我也感觉到了 对 我就敢看 大心脏 心脏大 然后呢 因为我就知道 如果蔡老师他没有把自己的内心疏离好 他就写不出这么精彩的一本书 所以我是迫不迫的看 我跟于老师也聊了 我说这个一晚上就看了一半 当然了 这个也受蔡老师这个黑色幽默的影响 我也开了个玩笑 我说看着看着感觉身体有点不听使唤 就是有这种感觉 因为你真的能够感同身受 因为随着蔡老师的这个文笔 你人是很难有同理心的 但是呢一个好的书是能多少带你进入那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还是想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今天的很多年轻人有点缺少奋斗的动力 或者有的年轻人有奋斗的动力的时候呢 他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和困难 包括大家说有的时候想超越原来的层次 对吧 进入新的环境 跃迁 阻碍重重 但是蔡老师呢 作为这个小镇作题家的优秀代表 然后完全是也凭借着努力 肯定有很多好运的这个眷顾 就一步步的走上了无数人梦寐以求的这种职场的这个巅峰 云端的那种感觉 而且不断的去迎接新的挑战 包括现在是把这个事业和使命留入和在一起 所以蔡老师 你对于这个一些感觉到缺少动力的年轻人 有什么建议呢 其实前两天有一个朋友也问我 他说带听年轻人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现在年轻人的就是 就是一种郁闷的心态 他说好像机会比过去少很多了 当然一时事实 对刚才你也提到的就是 他们有些原话叫 好像实现阶层越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 我说他考虑着说自己的要越迁有所成就 比如说更多的是关注个人价值的实现 但我想说的是你个人价值要通过你社会价值来去实现 你要去创造社会价值 我说如果说真的没有机会了 你说这句话呢 能理解 但其实现在让我们来看机会太多了 机会太多了 就好多事需要做 没有特别强有力的人来做 但就暂且不说马斯克带领人去飞火星了 就说我们这电动政策就不提了 韩年兵在中国有三千万民 韩年兵 影响到一亿多人的家庭 95%是无药可制 就说白了都是期待解决的 如果说你身体的郁闷了 自己也遇事无忧 用现在年轻人 这样的交流就还不错 能不能挑战点 人类所需要做 但是做不到的事情 要不然你加入到我的团队 给我一起攻克建筑证 咱们来一个诺贝尔奖 这不都 那你要是攻克了 你不就是阶级越强 不止诺贝尔奖 这可以获得一个人类性 所以我说呢 这么多事情需要做 你能沉哑心来做一个事 做成了 你就受全国乃至全世界人的尊敬 你不就成功了吗 我不觉得说没有事可做 但是你不要老挑容易的事做 别人做 比如说别人中立 你也中立 别人送外卖 你也送外卖 那很难成功 挑一些 我觉得很多人觉得太苦太累 不愿意干的事去做 反而是 倾注你的才华 倾注你的毅力 坚持下去 有可能会成功 对今天这么多支持你的网友 现在在线17万人多 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规览 因为我觉得已经一个半小时了 我们也要让你早点回去休息 你夫人都已经有点着急了 我觉得到这儿做了这么久 你平时难得做这么久吧 现在 还行 其实那你 于老师又指示了 我就做点分享 首先呢 我不得不还是再次表达 对于于老师 东老师 孙老师 以及东方真语 对于我和我们这些面对困难的人的一个支持 当然于老师很谦虚了 我说他支持我 他老不承认 包括给我提讯 你说是不是一个大的支持 非常大的支持 但这个就不客气了 第二点呢 就是再感谢 我们直播间这么多朋友 这么多人在线 一直在陪伴着我们 支持我们 还有很多人买了书 这书已经好几万本了 对对对 对 感谢 但是我想呢 今天来到直播间 我更愿意是给大家分享一些 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我不希望来这儿 请求大家可怜 或者说 我们这都很惨 你们赶紧来救助我们吧 这不是我的目的 反而我觉得呢 经过这场抗争 我真的是有很多感悟 有很多想分享给其他 同样是出于困难人的一些体会 就要说的 三千万名 你们也有患者 其实半生八十都是基因的 相对接纵症还算容易的 你们也不要放弃 你们要积极 自己去努力 不要等待 自己去努力 协助我们各界一起来 加快科研和药硬的突破 找一道救到自己和他人 也必须说 我一看我这儿 一两年工作不了 这事给我没关系了 那这样人类社会永远没有进步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其实这三年 不光这三年 其实每个人都不容易 与企业家也非常不容易 压力很大 我希望大家呢 就是面对困难吧 能够通过这树里 收获一点 就是力量 就是 其实呢 都有希望 今天我们这儿也算是 绝望成的绝望了嘛 但其实也有希望 这个希望呢 来自于 信念 第二个 来自于 你要 执行下去 执行力 这一次在 也是在 余老师也给我支持的 亚伯利 企业家论坛 我分享 我说 第一个 你要是有良好的这种 竞争面貌 去批抹 不能等待 等待是没有希望的 行动方有校训 叫 从绝望中寻找希望 马斯克也说 永远保持乐观 哪怕是错的 这样 不要等待 更不要放弃 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 希望大家也不要 觉得我好像是很难 我 还是幸运的 有这么多人帮我 而且 只要我们努力 只有希望 也希望大家能够 共同来相信 我们的世界会 越来越好吧 谢谢蔡蕾 让我们真的很感动 那个 我在问弟妹一个问题 就是说 也是面对网友 因为 其实面对家人 身体不好 或者说家人的重病的 这个家庭 还是蛮多的 那作为一个家庭成员 面对这样的 这个状况的时候 你觉得一个家庭成员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才能 让一家人 变得更加的有勇气 来面对限道 并且互相之间 还能过得 更加的快乐 如果当面对很多压力 因为每个人 都有很多面的角色 你在家里 你每一个家庭成员 面前都有一个角色 在职场 你的岗位 你有一个角色 那当这个某一方面 压力太过于巨大的时候 Simplify yourself 就是你不要把自己 看得那么 就是做 把它排成一件一件 客观的事情去做 不要去想 走着走着 就是互相传递正能量 是的 就是有的时候 家人之间 你的负面的情绪 会给别人带来的压力 要比客观的困难更大 我唱一句 如果说我每天 都是在家绝望 抱怨 甚至是发现情绪 你想这家 或者如果他每天 都在家里哭 你可能都不一定到今天了 这家没法哭 并还没催谈我 时间我这就自我催谈 是这样的 就心大一些 特别感谢 特别感谢地面 刚才他提到 可怜这句话 不希望网友可怜我 我觉得我有一句话 叫做 求取别人可怜之人 必然获得自己可怜的人生 这我的感觉 就是你求取别人可怜 意味着你内心本身 就已经没有精神 精神不强大了 到最后的结局 就是你的人生 一定是可怜的 所以只有自强者 才真正强 自助者天才助子 我觉得你就是自助者 实际上到最后 你得到的这个精神一才 先不说别的遗产 已经足以让大家感觉到 你就是一个超级自强者 这是我愿意跟你深交 以及来把你邀请到东方政权来的 这个一个最初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我小生有没有什么感悟要发 没有感悟呢 我最后有两句话 还是非常地受鼓舞 这个也是 这个余老师让我来 抓住这么宝贵一次机会 因为在我们公司 我是个替补主播 这个余晖是我们的主持人 然后余老师和嘉宾朋友经常来 但我其实可以代表 屏幕前的很多朋友 深受激励和启发 获得了一种力量 因为我刚才也表达了 我看这书 我就是充满渴望去看 所以大家呢 现在已经拍了四万两千本了 大家拿到这本书 以我的判断 我估计一半的朋友 会一气呵成的看完 因为可读性特别强 而且你看的时候 就能感受到 蔡老师的这种节奏感 因为小孙在工作中 也算是一个 蒸上游的人吧 因为我的老板在这里 我必须得自夸一下 这个不能说太多的 一直是 比较是蒸上游 所以我看了 蔡老师这本书 我是深受激励的 与会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很多小伙伴 我们东方真选的 这个小伙伴 我们新东方人呢 都有这种精细神 所以一看这个书 就有一种被点燃的感觉 然后呢 蔡老师刚才也总结了 就是给今天的 面对困难的人们 包括是很多出入职场的 踏入社会的年轻人的 一个鼓励呢 我非常认同 就是第一个呢 要想着我做这件事 能给别人创造什么价值 因为我们很多朋友 感觉到对吧 我怎么能够跃迁 我怎么能够腾飞 甚至说的似乎点 我怎么能够飞滑腾达 你发现他所有的聚焦 都在自己的回报上 或者说 说的再露骨一点 就是自己的物质享受上 怎么能够跃迁 没有想着我能够通过努力 能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我觉得刚才蔡老师 诠释的非常的清晰 在这本书里边 写的也无比的透彻 第二个呢 就是要做一些 有挑战的事情 就是不要总停留 在自己的舒适区 你天天在那躺着 你怎么可能有任何的进步呢 所以蔡老师 直到今天 仍然是发挥着自己 这么多年 优秀的职场的经验和积累 智慧 然后去挑战一个 看似不可能 但是我相信他说的话 终将被人类 共同的努力攻克的 这么一个顽疾 在整个的医疗史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意义 所以我是非常的受启发 特别感谢 对 孙老师 好 余慧 最后由你来做总提 感谢 刚才孙老师提到这一块 其实我刚才也很有感触 蔡老师提到了说 不要做容易的事情 不要做重复的事情 不要做旧的事情 不要想着再用旧的路径 然后获得新的成功 因为大家知道 每一个行业 它发展是有生命周期的 如果你往之前很多年 可能它是制造业 再往之后很多年 可能它是互联网 那再往之后的很多年 它可能要换一个领域了 所以我们这一批人 走向社会 感觉到机会变窄 可能感觉到基层被固化 那是因为我们按照这些教育 和观念的梳理的这种灌输 全部是沿着过去十几年 旧的方式 对吧 惯性 我们是沿着路径依赖的 我们是期待进入一家 彭博校上的互联网公司 日夜奋战 等它上市 那种 或者是我们期待一个传统的金融行业 然后它依靠着一些传统旧的模式 有时候可能是一页信息差 然后一页暴富的事情 但是大家也发现 随着社会越来越进步 其实是消灭这些 就是人类的进步是消灭不平的 和消灭信息差的 所以你原本依赖的成功的那些路径 现在不适用 所以不是说我们不成功 只是说我们需要换新的方式去成功 今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 对不起 请原谅我在第一次面临这种话题的时候 也一时有一些语色 我前半段确实比较难受 然后这本书看完之后 前半段你觉得是悲痛的 那种悲痛是正常的 我们内心的那种感伤和痛苦 是源于对一个美好的生命 它如此的勤奋 如此的刻苦 如此的自律 又如此的恰风其时的时候 然后遭遇这一切悲剧的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 那是正常的 但是这本书你看到后半部分 你又会燃起像现在蔡老师身上所展现出来 这种英雄式的领袖式的这种自信 它不是晚格 它是高格 它不是悲壮 它是辽阔 所以我在这写 刚才讲了几句话 就已经说过 第一个叫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口 我们不要过度的去self pity 刚才老师提到了 不要躲在家里 自怨自已 当你觉得命运在只针对你 说麻绳专挑戏处断 然后厄运专挑苦命人 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 你就没有被疾病打倒 你先被自己打倒了 当你进入这种状态的时候 你不停会回到自己 甚至可能会回到你的家庭和你生活中原来有所有的样子 所以这句话实际的意思 不是说老天爷不在乎你 是老天爷对所有人都一样 你的认知很大成的会成为你进步的一个阻碍 当然我们也记住了第二句话 就是我们的哲学里头也充满了古希腊一样的这种自我战胜 天行剑 君子当自强不息 这个自强不息过去是自己的学业 后来是自己的事业 现在是并魔的斗争 相信一定会解决它 时间早晚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终将走向毁灭 因为从理性来说 现在人类的寿命是有限的 我们终将走向毁灭 只不过是早晚问题 所以大家就听过那个向死而生这个词 是有一个日本的导演后来提出的 但是面对死亡的态度 差异决定了你 就是有的人面对的时候 可能是悲伤害怕 痛哭流涕 藏在角落里 自怨自意 拒绝别人的接触 拒绝投入心声 然后让所有人都为你感到揪心 然后在痛苦中死去 也有一种是搀扶着 相信着 鼓励着 温暖着 坚定着 然后用更大的意义来成就自己 第三个我写的说 相信不是盲目乐观 因为我特别害怕 今天晚上我们采访的前半部分 给很多朋友造成误解 因为我相信 这段时间会有很多的孩子 我们直播间 跟其他直播间的一个最大区别 就是很多学生会在听 这些孩子们 我特别想把第三句话说给你 就是蔡黎老师刚刚所提到的 相信它不是一种盲目的乐观 不是说没有任何事实作为依据 然后自嗨式的一种幻想 不是的 它是基于技术 理性 科学之后产生的一种判断 因为我刚提到了 人类在过去这一百多年里头 见证了很多的不可能 以前人觉得上天飞不可能 后来人告诉你高铁 你也觉得不可能 三百多公里每小时 高的铁 可高了 铁的 能飞的 鸡 谁会相信 对吧 甚至你再往早点说二维码支付 那时候小偷还苦练加钱包呢 他有一天想到消灭自己是二维码吗 人类到现在为止所取得的 几乎一切的成就都难以想象 人类在第一次驯化小麦收获粮食的时候 他也没有想到 这个玉米和大豆会被转积 当然我们曾经一度觉得 小麦复杂到一百三十亿对的时候 它的这个基因的复杂性 但实际上在2021年底 它也已经被攻克了 所以这不是盲目的自信 这是基于现在技术之后 产生一种理性的准确的科学式的判断 不是因为看见才去相信 虽然大部分人确实是这样子的 只有白纸黑字的看见了 才相信他是真的 只有看见了上一代人的模样 他才能成为这样的人 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被环境所规训 被榜样所影响 但是有极少数的人 他们心智坚定 然后心怀理想 极其热血的 他会因为相信 把事情变成真的 最后让其他人看见 他是上帝意志的一个招式者 他会把很多传说中的东西 变成现实 希望我们都是前赴后继的那一个人 我后面还写了一句 他说黑夜终将过去 我们终将胜利 如果大家知道一个歌剧的话 这是一个歌剧的结尾 托兰朵的结尾 黑夜终将过去 我们终将胜利 保持清醒 保持乐观 清醒是对技术的判断 乐观是对自己的相信 not self-pity but self-confidence 不要自怜自意 而是坚定向前 感谢大家 好 谢谢 特别感谢蔡蕾和蔡蕾夫人 两位来跟我们的网友 进行这么精彩的分享 给大家带来力量 也带来我们战胜疾病的信心 特别感谢 各位网友 还差一千本就是五万本 请大家努力冲一下 用两秒钟的时间 变成五万本 再次说一下 蔡蕾老师的这本书 卖完以后的 他的板碎是用来进行 对剑冻症的功课的研究的 特别感谢大家 今天的那么多网友 从一开始到现在 接近两个小时 一直坐在屏幕前面 来看着我们的分享 和对于剑冻症 这样一个疾病的研讨和感悟 也谢谢宇慧的精彩的总结 现在已经到了五万本了 谢谢大家 对 当然呢 这只要是余老师的朋友来 我们都有这个礼物像 余老师 您给蔡老师送上准备的礼物 对 这个是我们的 明前的龙井茶叶 这个也许 稍微喝一点也能提神 增加你的相信 增加你的信心 谢谢 谢谢 来 谢谢 还有 还有呢 还有红茶什么 枸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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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可以 可以喝一点 还有枸杞原酱 谢谢 都是提神 不能说这个 不能说 没有什么作用 没有什么作用 就是好喝 对 还有这个是专门推荐给您的 蔓越美原酱 它富含很多的花青素 和白露汁 对女性特别好 但是功能我一个都不能讲 没啥用 我们懂 我们懂 这个我紧张的 是吧 好 再次感谢 来来来 董老师 我们拥抱一下 再拥抱一下 再回头等我胳膊好了 再给你拥抱 好 会有你的问题 再见 还有评论前的朋友们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本书的书皮上 写了一句话 叫做纵使不敌 也绝不屈服 生命的力量就在于 不向 逆境低头 有的人就是会如此 心知坚定 打心脏 他还写了说 我信 绝望之外的希望 我信 努力之后的可能 我信 生命之上的意义 一定有一些东西 会超越生死 就像大家读到 白居易那个诗里头 此情可待 成追忆 只是当时一枉人 那其实就是一种 超越生死的东西 虽然种类不同 但是 我相信你能跟我共鸣 对吧 刚才给蔡老师的家人 推荐的这个 野生蓝莓原浆 和野生蔓越莓原浆 喜欢的朋友 大家可以自己去拍 我们刚刚聊到了一个 非常复杂的话题 就是基因 当然我也希望 我刚才总结里头 最后的那几句话 能够让青春前的 很多孩子们 对未来产生更多 积极的乐观的 基于理性和技术 进步之后的一种判断 而不是一种自我怜悯 或是自嗨式的盲目相信 人类在过去攻克的东西 真的太多了 我刚给大家讲到了 如果时间足够远 以前飞机是不太可能的 无线电是不太可能的 后来高铁是不太可能的 现在它们都成为了现实 如果时间再往前的话 你告诉人们 飞上天是不太可能的 进入宇宙 甚至落在月亮上 是不太可能的 但这些现在也都实现了 我们可以让河水倒流 我们可以翱翔天际 我们可以甚至深入海底 这一切的前提 都是源于一群人 怀这种激情式的使命 对于科学和技术 持续的坚持 可以实现 你得坚持 生命也是如此 生命 我之前给大家分享过 顾成的一句诗叫做 人生如蝼蚁 但美若神明 生如蝼蚁 确实如此 一次疾病 自然灾害 意外 突发 它都会带走你的生命 所以尤其在大的自然灾害 或者疾病面前 我们现在如此脆弱 没有任何换手之力 那么好的一个人 他迅速的就 就感觉要凋零了 但是我们又美若神明 因我们身体如此的精致 只要我们 有一天可以 发达到把基因全部解 解密 那我们可能能解决很多问题 它像一个精密编程的一个机器 所以它美若神明 它更加美若神明的是 它充满了神性 神性是什么 神性是力量 是相信 是宽容 是善良 是慷慨 是正义 是那些我们一直歌颂 而又不断传播的伟大的品质 人生如蝼蚁 但美若神明 生如蝼蚁是老天爷给你的 美若神明是你的选择 所有东方正选自营的产品 可以点击屏幕上方 一个红色的键 点击那个可以注册 然后你可以买东方正选的自营品 感谢大家 这个是有积分 积分可以用来兑换成现金券 或者是一些周边 对 我们最终会走向更大的胜利 刚才我给大家讲的这句话 来自于图兰朵 图兰朵是讲的 这个欧洲人写的 普吉尼写的 他写的是 一个蒙古的公主 然后寻找王子的故事 黑夜终将过去 我们终将胜利 Nesson Dolaba 大家可能之前听过 我非常建议你今天晚上可以听完那一段 今夜无人入眠 我相信今晚的采访会给很多人带来深度的思考 或者是灵魂上的触动 你有可能会精神持续的震撼很久 那一段叫做今夜无人入眠 然后它在结尾的时候 难高音的声音极其的浑厚 如果你声音那个特别大 在一个封闭的 比如说你现在开车 在封闭的车的这个车厢里头 浑厚的声音就像一个从天而降的神掌 把你压在地上 丝丝摁住 那颗你有种蛰伏的虔诚 但是你转身又相信了 黑夜终将过去 我们终将胜利 只要有足够的勤奋聪明 耐心和乐观就可以 刚才蔡德老师提到来了马斯克 当然这个人 人可能大家有争议 但是他确实做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理性地承认 确实很伟大 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以前在高三的时候 经常给孩子们想要传递信心 因为人生在不同阶段 面临的困难是不一样的 可能在小的时候 一次分手都可以打败他 但长大了之后 面对生死 他都可以如此慷慨和正义 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当时在给孩子们 就在讲说 如何要有力量 去面对这些挑战 然后如何用使命 去对抗荒诞的时候 我给他们看过 埃罗马斯克当年采访那一段 当年他的SpaceX 连续发射火箭爆炸了 放在那儿爆炸了 刚升起来爆炸了 回收的时候爆炸了 一个人整天把火箭像放爆炸一样 那样爆炸 然后公司即将倒闭 在08年 金融危机来了 然后所有的互联网公司 破灭了 他的公司基本上 只要天亮就得倒闭 因为天亮 他觉得给人发工资发不出来了 在他最绝望的那个时候 无数的人还站住了 曾经嘲笑过他的理想 你还要造电动车 你还要火箭发射 你还要人类实现 星际移民骗子 当然他的故事是幸运的 后来他等待了 美国政府的一个合同 然后救活了他的SpaceX 救活了SpaceX 后来也救活了Tesla 他还有一个叫做Solar City 就是太能电池板 铺在房顶上 可以发电 人可能大家是有争议的 但是他现在是做的这些事情 在不用特别远 就是在15年前 他都美得如炮影 他甚至 对 他都假的不真实 一个人突发心想 我要造火箭 我也把人送成太空 当然 坎证来说 解码人的基因 然后治好很多的 现在看来的绝症 其实 可能是更难的 但是 我相信人类的勇气 我也相信人类的智慧 我相信人类的理性 我也相信人类的坚持 我相信 相信 进度前 肯定会有很多孩子 你长大之后 如果对此感兴趣 你可以选择这个专业 不要沿着旧的路径 再去寻找 原来那一代人 取得的成功了 渴望加入一个 蓬勃向上的互联网公司 日夜奋战 然后一朝上市 身家过亿 那种故事 可能已经属于上个时代了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 东方正选自营的 这个高盖黑芝麻饼 这里头用的全部都是 颇样糊的黑芝麻 49块钱一盒 对吧 OK 然后呢 为什么叫高盖 因为这个确实是符合行业标准的 他能说高盖高蛋白 就是高过了行业标准 49块两盒 对吧 OK 每100克的黑芝麻中 有920毫克的钙 然后每100克的黑芝麻中 有19.1克的蛋白 所以它确实符合了 高盖高蛋白的这个 标准 当然大家知道 简单到刚才我所说的 一根黄瓜的生物上的复杂程度 完全超过一艘航空母舰 完全超过一个波音747 甚至完全超过一个太空站 生物的进化源于多少次的偶然和不太可能 你要知道人类这一路跌跌撞撞走来是多么 人到现在就是一个偶然 就是个偶然 因为你想 我给大家讲过 大概45亿年前有了地球 对吧 大概35亿年前的时候 地球停止了那个狂风骤雨和高温的天气 然后大概产生最原始的单细胞 一些细菌 然后那些细菌经过不断的演化 最后变成了世间万物 花草树木鱼鸟 飞虫所有的样子 然后直到700万年前 人类的祖先才从树上跳下来 你想那么多万年里头 人类肯定面临过很多个疾病 很多次灾害 然后无法判断什么能吃 哪里能住 什么动物可以接近 我们就是一次又一次 在跟危险靠近的时候 学会了判断 我们在一次一次面对死亡的时候 学会了这种游喝去控制 所有截止的目前为止的知识 和人类理性的判断 其实都是生存 教给你的教训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 这个是东方正院自营的蛋黄酥 它的配料特别的干净 就是低筋小麦粉 咸鸭蛋黄 白砂糖 麦芽糖浆 红豆 黄油 净苦黄油 水 海藻糖 然后麦芽糖唇叶 然后有油 在精神上 就是这个云豆 芝麻 奶粉 盐 蛋黄 蛋白 糯米粉 等等这些东西 它是一款很健康 又很好吃的一个食物 喜欢的朋友 大家可以自己拍 这个朋友 很多朋友已经拍过了 外面的这个酥皮 你在咬的时候 不仅可以感受到麦香 你感受到里头油脂和黄油 混合在一起 缠绕舌尖的味道 更重要的是 里头的这个咸蛋黄 加上 这个红豆 雪妹娘 对富裕的腻 比较丰富的口感 大家可能从来没有想过 小麦是一个如此复杂的东西 所以赫拉利的树里才说 是小麦进化了人类 小麦的复杂程度 是人类现在所有的庄稼里头 应该是最高的 玉米和大豆 有转基因 是因为它们容易被转基因 技术好多年前就攻克了 小麦没有办法 以前没有办法 因为它也太复杂了 130亿对 大家如果上过高中 生物的话 可能 对这个是有一些理解 是吧 但其实我上高中不知道 我是后来看一本书里头写的 上高中的时候 从学到草旅船 就开始听不懂了 所以基本是前一两节课 我就听不懂 对我从今天之后开始休息 不是学习是请诈的 踢班的来了 踢班的来了 休假开始了 来吧 宇老师等我 不是吗 蔡老师等你 蔡老师等我 对要再跟你交流交流 合个影 咋了 没咋的 感觉你很尴尬 那个书书呢 我刚才还有想表达没表达完呢 你继续发挥 对对对 这个